三星一直想要追台積電 追不過 那追不過怎麼辦呢 那這樣的話 我就來一個所謂的 就是我把這個 第二代的三奈米 我把它改名成二奈米 那疑似人 對 那我今年下半年 就可以量產二奈米 就正式贏過台積電的這個狀況 這個日本的AI公司叫PFN 他說他有下單給 這個三星的二奈米 對 那到底他下的二奈米是 真二奈米 還是假二奈米 那到底是什麼呢 那萬一你騙人家的時候 人家下錯單的時候 出問題的時候 那你要賠償 這大消息了 三星又來了 打不過台積電 他有各式各樣的招數 可以來動手 那這個招數呢 明眼人一看就覺得 你到底在幹嘛 打不過他漁目混珠 我三奈米做不過你二奈米 沒有關係 我直接把我的三奈米改名 叫他二奈米 這樣好不好 好啦 我們看到三星這樣做 然後還真的有人 不知道他有沒有弄清楚 他真的去下單三星 他會不會下了半天 下二奈米 結果人家三星 那是改名的二奈米 人家其實是三奈米 那你不都是變成冤大頭了嗎 那三星這一招有用嗎 會不會施聰哥 對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話 三星一直想要追台積電 追不過 那追不過怎麼辦呢 因為我們知道 他們其實下一個階段 最重要就是二奈米 看誰能夠先做出來 對 結果台積電的這個原定的說法 是2025年 就明年二奈米要開始量產 結果沒想到三星說 沒有 我們已經2024年 今年就已經量產了 大家怎麼那麼厲害 原來是三星 他想了一個方法 想了什麼方法 他就把名字改一改就好了 因為我們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 台積電的主力是三奈米對不對 那明年才會到二奈米 那三星目前為止也是三奈米 但是他今年下半年 要推出所謂三奈米的第二代 台積電也是有三奈米的這個第二代 改良版的一大堆要推出來 結果他想說好 那這樣的話我就來一個 所謂的精神勝利法 就是我把這個第二代的三奈米 我把它改名成二奈米 那一次呢 對 那我今年下半年 就可以量產二奈米 就正式贏過這個台積電的這個狀況 那你想說這是哪招 這怎麼用這樣的方式 那他乾脆改一奈米算了 對 我覺得那乾脆改 挨米都可以嘛 隨便改就可以嘛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我跟他講 這就是一種行銷的手法 那行銷手法為什麼他會這樣搞 事實上在2020年 他還真的搞過一次 為什麼他當時的從7奈米 完全要轉到5奈米的時候 他當時因為他已經開發出了 第二代的7奈米 結果沒想到他就把它改成5奈米 都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沒想到那一次改了之後 效果還不錯 所以他相信他 有人相信他 因為會下單給他 而且他當時的量率還不差 所以你說你二代的7奈米 跟5奈米 其實這個差異度來說的話 也沒有一般人 也感受不太出來的一個狀況 再加上說他用低價搶單 所以我既然用低價搶單來說 這個價格也沒有差很多 所以沒關係對不對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他當時用這樣的方式 獲得不錯的成果 所以他這次想要再來一次 持隨之位 對 想要再來一次 可是問題是這有沒有辦法 這次恐怕比較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是 事實上從7奈米到5奈米的過程裡面 他的價格其實變化不大 但是從3奈米到2奈米的 這個價格差異很大 那如果我下給你這個2奈米的時候 結果你給我的是3奈米的產品 那這個當然不行 所以目前為止就很多 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全世界很多包括說美國媒體 或是很多國家媒體都在酸說 三星你來這一招 這個精神勝利法的這個方式 但是事實上這要看什麼 因為如果他現在在宣傳 現在已經 我們知道前一陣子有消息 就是日本的AI公司叫PFN 他說他有下單給三星的2奈米 那到底他下的2奈米是真2奈米 還是假2奈米 那到底是什麼 那萬一你騙人家的時候 人家下錯單的時候 出問題的時候 那你要賠償 包括說像現在高通 高通他現在也說 因為我們到高通 他準備要決定 他2奈米的訂單的時候 他說我要給台積電生產 我也要給這個三星來生產 那到底三星生產的2奈米是 這個第二單的3奈米還是2奈米 到底是什麼東西不知道 那佐克柏前一陣子 不是到韓國去訪問嗎 然後訪問的時候 他說我們Meta晶片 我們也要用所謂的 新的這個技術 那你到底是用 第二代的3奈米還是2奈米 你搞不清楚 所以才說市場他這樣搞 好不好 我覺得就是保守 就是說因為他現在 也追不上台積電了對不對 那些客戶好不容易來 那我有客戶來OK 那我就對外先生說 我現在是2奈米的一個狀況 不過我必須說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兩家公司的3奈米 這個量率其實都沒有算很高 包括台積電跟三星 三星來說的話 他目前為止是說 他在實驗室的量產的時候 是50% 但是他在做這個 所謂的一般的晶片的時候 量率可能到0 那台積電也是一樣 台積電目前為止來說 他3奈米的這個量率 聽說是65到80左右的一個狀況 那尤其是前一陣子 有傳出說 蘋果的這個晶片裡面 好像有過熱的狀況 那原本大家認為說 可能是台積電的3奈米出問題 後來蘋果就說不是不是 是因為我們自己的軟體有問題 所以後來人軟體更新之後 在新的iPhone 就沒有出現這個狀況 所以看起來的話 台積電的3奈米的量率 應該是比三星要好很多的 那目前為止三星 他要往前進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 他3奈米根本就沒有 就做量率很爛 那你要到2奈米的過程裡面 有可能做得出來嗎 我覺得這個 這個有點不會走路你就要飛 這個有點難度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當時的這個 包括說像很多客戶 像我們剛才講到的PFN 或是說像高通這些 他真的會再繼續下單 給你的2奈米 不知道 那目前為止 三星也是有想辦法 他前一陣子跟ARM合作 要開發AI晶片 然後他用這個所謂的 我們昨天講到了 輝打的所謂連聯生的 這個技術對不對 聯生AI技術 要學台積電 對 用這樣來強化量率 但問題是你這能夠做得上 這都不是短時間能夠做得上的 那我們就講 目前為止 你看台積電今天股價 又創了大概 760幾塊的新高價 為什麼 好像一個人的50 你看Intel跟三星都跟不上 那我覺得的確 他們也跟不上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三星從14奈米 就是所謂A9晶片之後 到目前為止 他都沒辦法拿到蘋果的訂單 什麼時候拿到蘋果訂單 才有逆轉台積電的可能 目前看起來是不會 另外就是Intel Intel最近也動作很多 那最近他在美國 這個新廠開幕 結果他就把這個 很多媒體都找去了 他就說我們在這個新廠裡面 有安了一個新的這個 HighNA的EUV 下一代的EUV 就是說做這個先進製程 3奈米 2奈米以下的EUV 然後又說展示出來 因為這一台機台要大概 3.5億到4億歐元 很貴 然後又說彰顯說 我們Intel 我們也跨入了新的這個技術這樣 但是我跟他講 這也是一個行銷手法 為什麼 Intel目前為止 他在EUV都不太會用 那他還買最新的 這怎麼有可能 做得出廊 不可能 他7奈米都做不好了 你覺得他有可能 馬上就做到3奈米 2 所以這個根本都是吃人說夢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為止 三星的手法是 我用精神勝利 然後Intel的手法是 我用這個媒體行銷術 用說我用這個機台 很厲害 就好像可以追得上台積電 我覺得這都是一些行銷手法 看在黃仁勳 或是看在那些所謂的這個 蘇智 他們應該最相信還是台積電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一個人的武林 這個對手 當然這個 沒有辦法打倒你 他們就有各種歪交 各種新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就來看看 接下來還會出現什麼 讓大家覺得 有點春暮節食的狀況